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任老师 那大家好 我叫佳华 那基本上我今天简报的内容 会限说在九合云大选之后 几个县市政府 他们所谓做开放政府 或公民参与 只是整个来说 就是在他们的行政系统 行政民主的观察 那基本上我自己 有直接接触的是台北市 现在是公民参与委员会 公参组可召集人 那台南市是 我等一下会再细讲 因为台南市并不是像台北市 是整个架构 它是各岸市的处理 所以我是有参与 飞燕新春这个部分 那宜兰县就更有趣了 其实基本上宜兰县 他们是默默在想说怎么做 那我是之前有参与他们三长 就是市长 县长 副县长 秘书长 还有各局处首长的购事 有在讨论说 下一个阶段 他们要怎么做 那另外就是因为台中跟新北 他们并不是喊公民参与跟开放政府 但他们现在在着手 你可以说有些竞赛关系的是在推 参与市预算 那我会一并说明一下状况是怎样 那坦白说 这大概是去年11月之后 那几个县市政府有这样子在谈这件事情 不管是开放政府或是公民参与 那这半年我觉得理解是比思索 理解跟思索比较多 真正改变 还有把我们想象的这个结构要放进去很难 因为坦白说 如果要在行政系统处理这件事情的话 要花的时间很久 我不知道高雄是不是也有去看剪掉一座核电厂 他们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其实花半年在讨论 他们的民间委员会其实是花了半年在建构制度 所以基本上 如果是玩真的变得那么快 如果是玩真的的话 所以我现在的状况比较像是说 我们在里面看到的 然后一些观察 跟遇到的限制 那基本上我先讲一下 我自己在做的是神异民主 可是我以后会叫阿神异民主 因为他是在玩那个电话 我觉得不好意思喔 这边如果有中年男性 我比较抱歉 对我来说 中年男性出一匹出的较多 我比较多伙伴都是女性 所以我们加了一个名字 可是英文你会看到是 奥迪和Active Democracy 可是我们想要做的是说 知情 资讯开放资料靠谱 Discultion Leveration Voting 跟make decision 他是一条线的 他并不是断裂的喔 像柯平 喊I voting 是不是Voting 是Polling 是一个咨询的状况 这是未来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好那接下来 因为我想时间很紧 我会讲快一点 因为我准备了六十几张的简报 讲不完就算了啦 那我有一些开场白说在前头 还有就是 其实这一波开放政府 看起来好像是科技在台 但其实是中央政府 沾上一阵做的很大力 那我会讲一下 整个大的中央政府 他们在这一块的分工跟你操作 然后还有呢就是 本台Slide所定要讲的范围 宜兰台北台南 然后会在台上下台中间思培的状况 然后会有一些 重弯的简单的分析 和一些我自己的杂趣整理喔 我必须坦白说 谈公民参与在外面讲都很简单 喊得出我们不要什么 但不见得都说得出我们要做什么 特别是workable的 这是我这阵子很深的感触 特别是你还要在行政系统里面可以做 因为 我们在外面喊都很简单 但是进去之后 你要跟他沟通 他要听得懂 要做成行政决议 要可以动 然后他又知道怎么动 要可以操作 然后各层级的问题 光是民战群 然后面对他所有的区工作 要动起来 我觉得 没有我原本在外面想的那么简单 不过其实在318之后 到九合一之间 我那时候就在工床间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不管是沈亿民族或公民参与 已经可预见各县市政府会喊 但是到底是口号还是喊真的 其实大家见真章 现在大概就见真章 那 因为时间关系 我里面是有把 在这一篇文章我需要把 如果是县市政府或政党 要操作公民参与的话 一些原则 他说我都有写在这一篇里面 所以时间关系就不多说 不过我要讲的是 其实在这一系列里面 你会看到水亿民族的参与民族 公民参与 参与市一站 公民哈贝馆 开放政府 iVoting 一拍外 智慧城市 开放民进党 开放民进党 这大概是这一波以来 大家在喊的 但是影片到底哪些是Stoken 哪些是完整的 等一下我会说 好 但在整个来说之前 我想先讲 在国外 各种的操作审议 不愧是只有参与預算 或是以前的公民会 或是这样 玩到 有点像马飞馆流 世界咖啡馆 真的真的 我觉得咖啡馆已经 超别咖啡 那在国外呢 它其实是 罗列出来 有那么多种神医模式 紫色 标色紫色 都是台湾有操作过 但是因为今天 不是谈的神医民主的技术 我就自己讲 而且 在国外 他们会谈说 一个政策阶段 从提案 议程设定 到选项 到决策 其实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操作模式 而最重要的是 这个图 这个沙漏的图 在讲的是说 公民参与 如果在政策的过程里面 一开始跟最后 其实是要让大家都可以参与 很多时候 那个决策 可能是透过公民复决 也就是公投 所以在国外 谈公民参与 在谈公民审议 审议 审议技术 它背后其实是有 很多理论技巧 或者是它 比如说我们的 All-time 我们要什么审议模式 目的 你的过程 还有你是地害关系 特定公众 人数多少 还有一个政治脉络 其实它们是综合服务之后 才去处理公民参与的模式 另外它们在公民 审议的过程中 或公民参与的过程中 它非常care的是 到底改变了什么 然后透明度等等 还有本来不能参与的人 没有进去 这个不是学术报告 这是 这一份是 英国一个NGO 叫Evol 它是专门 在英国是NGO 都专门在帮它们的公部 人如何操作力 和关系和公民参与 这是它们的开案 就是它们的操作手册 看一下 好 那 我必须说就是 我这一波 其实看到有比较多的是 有很多的专业技术者 还有一些年轻人 它有制度内外的参与经验 所以其实在三山镇身边 不要说身边 能够影响它 或是说一些科技震伪 其实并不是我们传统的运动界 其实是一票有参与 G0V做资讯传播的人 在他身边 所以一开始 中央政府 和开放政府 它们在谈的 并不是 只是我们传统过去的想像 它们其实是从资料开放 还有 开放资料 它应该是什么类型去谈 它们有一块是在做这样子的 那 这是 所以 对我来说 其实在这一波 开放政府跟公民参与 同时 不是只是公民参与 它有线上线下 然后沈亿民署 跟开放政府 是两个大的概念 可是在事实的讨论 而在议题的讨论本身 有些是在做事实认定 有些是在做价值判断 而公民参与这一组 还要细分跟立派关系人 像 我等一下会讲 像我们都记法庭 其实不是公民参与 这一组也是立派关系人 然后 在过程里面 其实这一波下来 有一块是做决策 其实更大一块是 在做教育训练 也不管是公部门 或是私部门 那 对我来说 如果 要谈开放政府 或公民参与 坦白来讲是要改变 政治运作的逻辑 或者说它的合适 那这些是一些大原则 我讲在前面 那中央层级的部分 我说明一下 基本上是商商政上台 它现在已经有一个 网路智慧新台湾政策排行处 它分成这几块 而这几块里面 你会看到 管中仪现在下来了 所以那一块 海外国发挥区训练 现在今天通常开调 他们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一些预算跟操作 是在做开放政府 而对应 他们在政策的环节 所以中央哪些人 在做开放政府 或相关资料盘点 比如说健康屋等等的 你可以去对应 大概是哪些政文在负责 基本上这是一个 他们智慧政策排行处的 一个分工 那在这个卖过之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离台湾》 现在有几个部会 嗯 都在用《离台湾》 它是一个线上加线下 就是远端加实体的公民参与 基本上是蔡玉玲那边在做 好谢谢 谢谢 好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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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 好 那像《离台湾》呢 《离台湾》它其实 欸 好 好这样 《离台湾》它其实就是蔡振伟 他们在做 他们透过这个里面要修什么 他们要修 避锁型公司 新创型公司 就是持有资源大奖 他们要修国安 国家资讯法 还有虚拟事件劳动法 在蔡振伟的 政策部的范围里面 他就是用《离台湾》这一套 那《离台湾》 我今天不细讲 可是它简单来讲 它是先远端公民参与 然后再结合实体 那它很大的特色是 在上面 他们的 呃 像是版主 或者是你把它认知为主持人的话 它在上面可以做一个动作是 比如说 有些资讯不清楚 那个版主或小编 它就可以标签哪一个行政机关 小行政机关器 天内要回复 这是《离台湾》的操作 那背后其实是蔡 就是蔡 蔡的本 这个 科技正文 蔡正文 我今天在附 蔡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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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个 推的比较大力的是 国发会 就是以前 金建跟严考 组合起来这边 他们接下来 又有一个 Join Taiwan Join Taiwan 这上面可以做几件事 可以提案 然后可以讨论 然后监督一案 然后它里面有把 32个部会首长的部长经商会成起来 那其实Join Taiwan 其实是 国发会有一个资讯处处处长 简单来说 他们现在已经跑得很前面 以前 民间法庭都会谈说 国有没有政策的先期参与的权利 就是政策制定前期的权利 他们现在在处理就是在那一块 你上去看 你会看到一些重大争议案件 它会开放讨论 然后揭露草案 然后现在是 民众也可以上这个平台去提案 不过现在的事情 大概6月 6月中会开始 不过我必须要说 就是这一波 这一波中央 其实他们 没有像一些 因为县市政府 做那么大的 新闻动作 可是其实 它背后在做这些座谈 会已经做了很多场 可是它 或许这一波起来的 其实不是传统的民间团体 对我来讲 比较像是有参与 临时政府 就是距离一个社群的人 关于中央这一块 好 那我刚才讲的是大的 就是中央政府 接下来我讲三个县市 基本上 宜兰县我先说 宜兰县 他们 许兰县 都没有 现在 台北啊 新北啊 台南 那么那么 快 日元也比较 区乏 所以其实基本上 他们在想的 并不是这么多 什么参与市 又是用创新的方式 最后我知道的是 他们希望我帮忙 规划的是 到底听证会怎么开 因为过去行政机关 听证跟工厅 不要说听证啊 很怕开听证 现在慢慢要开 可是不知道怎么开 所以在他们的状 那边的状况是 回到体制内 本来就应该要好好办的 然后帮他们设计 大概七到八堂课 找行政法的学者 然后找比如说 我想很多前辈 可能有英国务宏 朱森宏 洞宝这边 他是台湾少数 有参与九四九五年 法务部听证培训的主持人 然后也是主持 中科三期第二次听证 那我们会找这些人去 还有阿贵一师 就 这次目前我的口袋 女代表就是希望 去帮他们上课 让中高阶主管 知道 听证该怎么办 而即便不是行政程序法 规定的听证 公听会也不该怎么办 这是在宜兰国 我们接下来想要做的事 那 但是我想讲 宜兰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是 在一波谈开放政府 我比较少跟高雄接触 不管是民间或是工部门 那台北跟台南 像台南除了之前 台南社大队谈之外 后来是林非凡 他为了打那个南铁 也弄了一个开放台南 但是其实在宜兰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格式 新的反转 一个新选上最年轻的议员 叫薛成立 然后跟宜兰设系大学 跟宜兰农田水利会 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 就在宜兰航口 就在宜兰的火车站旁边 基本上他每个月要办一次 而议员不是主角 他只是要铺这个场 然后开场 让大家来 但是呢 我们每一次在这个草干论坛 办完的结论 结论出来之后 会分为如果是属于中央政策 他要负责送 但是如果是地方政策 他要在议会咨询 所以薛成立他现在在做的角色就是 他要启动这个公民参与在民间 可是因为他刚好卡议员的身份 所以呢 像我们第一次就是谈什么 简单来讲就是谈农舍的问题 那农业处处长来报告 郭华仁老师来云台 然后老龙 他们就开场完之后 两个多小时是 大概四五十位的宜兰县民 宜兰县民来讨论 然后我们最后的结论会 都公开 当天也是直播 就是会送到县政府 地方政策的就送地方 政策的就送中央 他每个月办一次 每个月会找一个公共的空间 那像这个 他并不是在政府体制里面制度化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政治人物 如果他真的也要做公民参与化 可能可以参考的一个形式 过去比较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宜兰 其实在3月20号 我才第一次跟宜兰县政府 办一个共识 然后我们去 从头开始谈 到底在政府治理里面的神医民主怎么做 然后谈过去民进党执政时期 二次政党轮替之后 到九合一 这三个阶段 到底开放政府 或公民参与在台湾的状况 但是因为今天 不是讲这个 我只是先跟各位说明 现在坦白说 我觉得几个县市政府 他们有资源做培训都跑得很快 那时候就会找我们去 帮他们把前面前阶段过去十年 到底台湾在做公民参与神医民主的问题 然后我们也有 那时候就去跟他们说明 台南市台北市怎么做 然后宜兰县未来可及的可能 这是在宜兰 那台北呢 台北其实是柯P他开出去的政治口号 然后为了要实践 所以他弄了一个公民参与委员会 那原本的公民参与委员会 他对外领选有四组 一个是公民参政组 一个是参与预算组 一个是开放资料组 一个是资料探勘组总共四组 但是对我们来讲 那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架构 因为它是工具性的分组 并不是一个回到政策治理阶段 那时候我们备选进去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背后是哪些人选 虽然现在柯P自己都会说有军机处 我也不知道什么军机处选我们的 反正简单来说我们的临选过程 也不是很透明 那我们目前遇到的 或是进行的状况是 每一季会有一个大会 然后另外这四组要开会 但是因为开放资料跟资料探勘组 合并为一组 所以我们现在是三组 那基本上参与市预算 那一组我觉得他就是去处理 参与市预算而已 而很吊诡的是 参与预算在台北市政府里面的 如果本宫不是严考会是民政局 因为当初他们认为想要从社区推 而掌握去封锁的在 12个去封锁在民政局 所以在台北高校参与市预算是 民政局在主推 那资讯局就是在处理所有技术 跟开放资料跟资料探勘 那公民参政组 我先跳过去给大家看 我真的必须要说 我们第一次请各局处 把他们公民参与的模式盘列 大家有没有看到模式三好多都在做 模式三是什么咖啡馆 就是说 选前科匹玩咖啡馆玩得很凶 我不知道是哪些民间团体 反正就是有民间团体 围在他旁边推咖啡馆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结果他选后之后呢 这个局处都推 但我不会说这是行政机关 他们的问题 你说是他们的问题 也说不是他们的问题 但我只是先让大家看 所以 公民参政组 我们现在的想像是 先把智林这样勾帮忙拉出来 然后呢 不要只有体制外这些新的工具 要回到体制内 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 可是做不做得到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们现在自己 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每一次的会议进入 自己打文波 所谓的文波就是 会有逐字重点 这个也不是施政给我们的 像我这一组才有每一场都打 其他场就是看我 有没有办法边讨论边打 然后我们拿自己的出席费 给来帮忙的人 我那天开会还讨论说 如果公民参与委员会 自己的会议进入 都没有办法做完整的逐字 然后不然我们就去Fly B 募款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公民参与委员会的 公民参与还要募款来 这是台北的 至少行事作业上的状况 那你会看到就是说 尽可能啊 我们每一次会议 大家可以去上网查 我都有帮他用一个台北 然后公民参与的黑配 全部都在上面 那我们每一次大概 像以公民参与组为例啊 几乎所有的委员都会参与 然后会有与会的行政机关 坦白说问我的话 我觉得行政机关 是愿意跟你讨论 然后你可以告诉他怎么做 我觉得进去当委员喔 这一波给我最大的感想是 你进去不能像过去一样 开会出一张嘴 基本上你就是要自己提案 然后要把操作的方式告诉他 因为过去行政机关没有想像 那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怪他们 是因为过去政治公共行政 他不会教这些很可怜的 其实他们也是公务员 过去没有这样子的训练 所以坦白说 我觉得在这一波里面 我一开始也会去谈说 我们有没有决策的效力 我们是什么定位 当初我会觉得这个制度建构很重要 可是在这一波我慢慢觉得是 你自己先跳下去做 更是重要 你自己先跳下去做 因为你要行政机关有那种 很完整具体怎么做 我觉得也很苛求他们 也很苛求他们 那因为有一组是公民参政组 我等一下会讲 我们现在想要提案跟做的策略 另外一组是参与预算组 那我先跳着讲 整个来讲在台湾参与是预算 前面在喊的那一波 其实我觉得那样子的路径 有点危险 前一波在喊的就是丢一笔出来 然后让民众提案怎么花那一笔钱 可是对我来讲 他是在国际上很多的操作的目的之一 可是对我来说 如果要玩参与是预算 要能够回去监督既有预算才是 要能够回去监督既有预算才是 可是你可以看到 林嘉隆丢五百万出来 其实他想要处理的是中西区 然后新北市有在台参与是预算 大概两块 一个是身上基金怎么花 对我来讲 make sense 就是过去的身上基金 可能不会勾开来跟民间团体 跟民众谈 另外一块我不知道高雄的前辈们 是不是知道就是 能源局因为减掉一座核电厂 所以拨了五十亿出来 让各县市进驻 新北市有意在他们三阶段 争取这个钱的过程中 去谈参与是预算 不过我现在听到的是他们有可能是给各个社大申请 或是拨款给各个社大 坦白说我对直接给一笔钱的方式有一点担心 我自己比较不成像 不过你如果去问国民老师或陈东山老师 他们目前是这样子的操作 在北投 对在北投是这样的操作 那他们未来也有可能跟文化部合作 可是这样的操作 那大家可以再观察 可是我自己会对这样的方式 有一点点担心 那在台北市 我们是目前这样设计 但是workboard吗 也不敢说 但是这个还是草案 所以就不用太近的拍 在这里还不能公布 那但是总的来讲 我们把它分成区级跟市级 因为既有原本台北市政府 他们想像参与市预算就是各个区开始做 12个区公所 所以有个区级的 他会让他大概整年度都会去做教育训练 公民审议 公民审议不会是只有世界咖啡馆 各种审议模式还有参与市预算 然后民众可以到去公所提案 那会有讨论阶段 最后决定阶段 然后再进到市府 市府他会有他们既有的预算评估 还有年度编列 如果当年度预算可执行 那就当年度预算执行 如果当年度预算不能执行呢 就要进市议会变成跨年度 所以这其实是 他其实那个原型有一点点类似 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请过万育哲老师来讲 巴西的参与市预算 巴西的参与市预算的想像 也是要能够连结或是某种程度去处理 国民主权跟议会主权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想做这件事 可是这件事情现在只是草案 然后这是架构 很多细节其实会有一些 我们也慢慢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去公主的同仁会跟我们说 基本上他们可以办说明会 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是执行机 而且他们的行政裁员等等 都是一条边 所以他们会认为 办参与市预算不要再去 而是回到市政层级 不过很有趣喔 你去问国民他们 他们会认为在社区办 比较好 小小的先办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要看不同的县市 不同的运动团体 背后那个roll make 你的策略路径 到底你要达到目标是什么 你到底要达到目标是什么 你的政治目的目标不一样 我觉得即便都叫参与市预算 你的策略跟方法就会不同 那这是台北市一个是区籍 一个是市籍 那市籍就是直接向民政局提案 然后他会看说这个政策是什么 是哪一个局处 然后再分案 那细节我就不太讲 反正就是不管是区籍 或者市籍 他整年度都要做培例 像我们五月到六月才做完 民政系统一百五十个公务人员的培例 那也是有找万玉哲老师 国民文林黄东益 陈东升全部去上一轮的课 他们也才跟我说原本上 上完课之后才发现科匹讲的参与市预算 跟他们老师上的都不一样 然后他们觉得现在最应该上课的是科匹 这个可以播出去没关系 那这是我自己会觉得说 其实这一波下来还在做打底的工作 然后我们也在学习行政系统的运作 然后他们也行政机关也在摸索 公民参与这一块 因为他们其实都会怕 怕的是以前没有做过 然后很担心行政效率迪雷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讲的很实在 因为以前我们在外面 民间团体很容易就是 有时候因为要打仗 站在对立面 可是真的要开始 Wall together的时候 反正民间团体里面跟财团 跟公务们都有好人坏人 都有好人坏人 那的确都有行政机关也有想做事的 大概都会告诉我们他们真正的问题 跟状况在里面 坦白说像他们在社区做 他就是必须面对里长 然后那个社区发展协会的系统 艺人的庄奖 那也不可会也我不知道在高雄 在一些地方社大也是一些山头 也是一些派系 所以他怎么去面对这些 其实我们在里面都有谈过 我们在培训的过程中 我们都有谈过我们想处理什么 我们想处理 文化五的回馈金 掩埋厂的回馈金 可是好笑喔 他都已经有自治条例了 可是为什么还是不错 所以其实公务员 如果你真的关起门 跟他谈参与事运算 然后他理解的话 他们也都知道什么该玩 谁也不该玩 那只是在喊的那个人 是喊假的还是喊真的 喊真的他就要处理这些 他真正要处理的政治破例是要处理这些东西 那回过头我们其实在台北市 想要做的是去处理说 把那个公民参与的架构拉出来 就是你市府可以抛出议题 民众可以提出预算 然后你也可以有政策的讨论 预算的讨论 还有你政策应该也要定期说明 其实我们是想把它拉架构拉出来 因为现在台北市政府的公民参与委员的 不是这种架构 他是功能性工具分组 然后呢 我们想要有一个平台是各个都进来 而且很重要的是体制内 因为现在必须老实说 每个在喊公民参与的 想的都不是既有体制内的公民参与跟生意 他讲的都是新的操作模式 而且都没有行政程序法或制度保障 所以我们其实是想要把体制内的拉进来 还有很多的教育训练 那这些细节我就不讲 像我们这样有一个 我们就有一个提案 这次可能有点小 其中一个提案包括公听会 未来要怎么办 比如说公听会 你要也要能够有提出真点 事后都要一一用书面回应 比如说你要确保不同阵营的人 不同意见的人都有一定的发言时间 而且要有言辞辩论的时间 然后你的真点要公布上网 然后简报资料 这个我们那一天讨论是改成前五天 补充资料前两天 当天现场如果还有资料 两天内要再公开 所以其实我们在定的就是 到底公听会的游戏规则 还有台北市 我们接下来想要进步出品的是 都发 一个是都市计划规划的过程 一个是都委会的进行 所以这一块我们礼拜一开会 才做成一个决议 民间的委员会要跟都记 都根都省三个单位 一起弄一个工作小组 盘点既有的行政规则也好 或法令 看哪些公民参与可以再加强 但会做成怎样我们不知道 老院光是这样就就是一个开始 那坦白说我们本来有一些委员 在讨论是不是要直接弄一个公民参与的自治条例 那后来我们觉得 我们对他们现在内部的运作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也没有想说贸然 只是未来想朝这个方向 但目前的做法就是 一步一步来先处理都记 我自己的想像下一波是还品 再下一波是还资啦 那公厅跟厅政事都要拉开来开 因为他在各个政策环节会有 不过我们现在一步一步能够做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大概都是四五个 在开一次会 是工作小组的会 然后大会大概是一季 可是像六月我们遇到就是 他们现在在质询 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开季会 这是台北市的部分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我们分三T字 就是做培训不但培训 而接下来要培训的对象还包括民间 要播资源做民间跟教育的部分 像我们礼拜一也请教育局 给我们资料说 他们的公民参与像像张哥在做 不然公民参与培训可是是世界咖啡馆的主持 所以要找来的学生公民参与就在教世界咖啡馆 但我们也不是说他们不对 就是因为选前科屁喊财那样嘛 所以选后之后 所有人都在咖啡馆跟iVoting 可是我们现在iVoting 抱歉我今天没有贴出来 我们现在iVoting有一个SOP 我们是规定 我们是希望规定行政机关 在还没有Voting之前 你要把你Voting的政策都讲清楚 而且要对话 然后如果你只是iPolling做咨询 你要说跟你到底是iVoting 那个差别就差在于说 你到底这个决议你是投票结果 无论如何你会买单 还是没有你只是做参考用 游戏规则在你每次其中之前都要说清楚 好那我其实会觉得他应该要改名 不叫iVoting 可是因为是科屁喊 然后我就会觉得 以这个为例在这一波 其实不管是北中南哪里做公民参与 你今天想要做 其实都有一种 你要如何弄假成真的 对 策略 对这件事情 那台南呢 台南他们其实开放政府 他们分成三块 开放服务 开放资料 开放资讯 第三个是开放决策 而他们现在弄了一个公民参与的平台 上去是九宫格 所有重大会议他会公开这样子资料 但是都还在一步一步来啊 这也是这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 好那 比较特别他们走的最快是Open1999 就是比台北还快 所有1999的资料他会完全公开 那我也必须说 我的专业比较不在于 资料开放这一块 所以我讲的比较不多 所以我讲的比较不多 我现在要讲的是 开放决策这一块 我必须要说 现在台北跟台南 都不是我理想型的开放 台南他其实是个案选择式的 賴愿意让曾老师去处理非愿 但他愿意让曾老师处理蓝天吗 好 賴愿意接下来市政中心 都已经玩开放政府 可是他有很多的战役议题 他会玩开放政府吗 不一定 像他的都省会 那一次的召开 大家也看得到 所以 我觉得 所以等一下我会整个来讲 我自己看到台北跟台南的状况 不过 我自己会觉得 曾老师在飞言这个真的 已经很认真 如果他未来会是一个模式的话 我会觉得很棒 如果可以的话 基本上他分成两阶段 一个是工作坊的阶段 一个是城乡论坛 工作坊的阶段 那他就是找民间团体 厉害关系人里长 还有国防部 还有远熊 大家来讨论 好 大家来讨论 到底飞言新村里面的争议点有哪些 然后 我必须要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第一次开会 我们是先 让独发局 报告整个基地状况 然后我来讲神医民主 曾父先谈一下 接下来的初步规划 问大家的意见 那这次参与的人 你会发现不同的立场 厉害关系人都有 最重要的是 在过程中 要揭露这些资料 要公开 民间团体有提了一份 一sell 表单 就是 你要什么格式 然后这些资料 要提供出来 好 这是我们第一次开会 而第二次开会 其实就是昨天 其实我昨天在台南 我们就针对 树木 因为他每一次 预备会议处理的议题 就是现在因为 警工作坊出也不一样 这是先处理 树木的保护 下一次是开发冲击 再下一次是骨鸡等等 但是骨鸡 现在有一个淡书 如果视觉 挖出来的骨鸡就没有了 就这个案子就不能开发了 好 那像昨天一样 也是都发局 公务局 农业局 报告 然后 远熊讲他们整个 户数 怎么移植 等等的计划 然后像 人帮民间团体 他们就会去谈 他们怎么计算数目 大家来交换 那我的工作是什么 我的工作就是 再让他们拟清跟找整点 像昨天的进行方式是 大家都讲完一两人之后 我们处理三块 一块是现在行政机关 立即要回应跟澄清的 因为 呃 要先处理 就是能回应的 我尽量先回应 所以有一块是 现在行政机关 就可以先处理的 第二个是 在这个讨论过程中 未来行政机关的法规 要修的地方 就是通案整体的部分 所以你会看到 有一块像预备会议 他要处理的是 行政机关既有 现在要回应 跟提供的资讯 一个是未来修法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回到这一次 非天新春 所有案子 就所有细节要确定 像昨天是在讨论树木 我们要确定 是不是四百多颗 大家 你今天跟元首的认定范围 是一样 然后哪些分类是一样 未来 你如何做 我们都说断根 其实是回根 你怎么做判断 回根的基础是什么 昨天都把这些规则 先讲清楚 所以 其实对我来说 这是本来 比如说过去的环品 你独自要好好做 但他没有做到 因为民间团体 或厉害关系 他不一定能够 这样子去讨论 那 在这个制作创新里面 就是 我们试着做这件事 不过这也才第二次开会 我觉得下一次会比较难谈 因为下一次要谈到整个开发冲击 交通 日照 然后空间等等 会更复杂 其实术语对我来讲是 我过去没有学过 但是 我昨天听起来还好 接下来会更复杂 所以接下来怎么样 我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 在过程中至少 真目的是有诚意 反正现场可以解决的 要聆清的先说 未来要做通则的 修法的也要谈 然后接下来是回到飞燕的个案本身 然后 我这边没有秀出那个照片 他马上就打成决议 然后请两边确认 会议进入就马上打成决议 像修法的就有说 接下来 机关内部工作会议盘点 要找民间团体一起来 那这是飞燕 飞燕 但我没有说只有飞燕这样 只有飞燕这样 也只有飞燕现在这样 这个证要破出去吗 我觉得我讲的很搞笑欸 好 先这样 那 我另外有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希望可以搭建一个公共参与平台 可是等一下可以再讲 不过先纵观整个县市政府 几个县市政府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大家都还在思考什么 我现在都是首长先喊出去了 然后下面 那个状况是局处首 不是局处首长 那个市长 台中市跟台北市 其实他们的状况有点在比赛 谁先把那个参与市预算 或公民参与的火箭射上运球 所以有点是这个状况 真的 那我们在这个状况下 可是我也不能否定说 他们或许 让政治一定是拉开来有光谱 他或许没有完全想要玩假的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愿意全部开放 真的大家都可以看 所以过程里面会有政治盘算 会有真真假假 会有弄假成真 可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我来说是制度建构 那 以台北文力我觉得他一开始 我们碰到的是他有一个形式上的规划 可是我觉得 反而有点阻碍的政策审议跟沟通 他并不是有一个政策评估思考的审议架构 他就是很工具性的 土里拉土里拉 那谁决定原本的游戏规则 议题架构专家人选 还有过往会强调代表性 可是包容性这些 其实在他现在想象的公民参与面 应该要想到他没有 那对我来讲 其实所有的公民参与都一样 谁可以决定参与者参与资格 如何决定会议进行的程序 资料证据如何产生 又谁决定如何产生 民间团体低海关系人的态度跟角色是什么 那如何让 然后让更多社会的人可以对话呢 其实公民参与讲破就这几个原则而已 好 那我自己把程序正义拆成大批跟小批 这是我还没有公开的东西 不过我自己这阵子在想的事情 就是说 大批其实是整个既有的行政程序 制度创新的审议 可是在公部门 他们可能都认为是咨询 到底我们每一个委员会的法律位阶 我们现在讲的什么参与式预算 这些参与模式 到底跟既存行政程序的关系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都要想清楚 然后你可能要 我们要处理的可能 环平都委会、区委会 因为未来有区域进化嘛 那我们要怎么让旁听甚至要给民间进场当委员 整个要一个系统的思考 那另外一个小批 小批就是一个会议怎么开 不是像大的制度结构 比如说每一场会议主持人的议事 他是怎么做议事的 然后会议怎么进入 那会议资料怎么进场 谁的会议资料 是只有开发事业单位的会议资料才算资料吗 然后谁可以被选定参与 怎么被通知 然后发言 厘清真典的程序 还有每一场会议结论怎么做成 所以对我来说 谈公平参与程序 争议有大批制度规范 也有小批会议如何进行 那这边我就跳过讲比较快 前阵子啊 能源会议等等 他们是做到这样 然后现在大家都会说要线上直播 不过对我来讲 线上直播跟开会被白开水 会议资料是一样的标准配备 不能说他做线上直播就是开放这 那我自己后来也比较在意的是 因为之前帮限改团体 设计跟主持草干乱谈 然后有一次就是全部都是障碍者 就是有生障者 然后有视障者 有听障者 还有多重障碍者 我那一次就很深刻的思考一件事情 这当然是最 这是对我们自己更大的提醒啊 就是如何让这些人也可以进场 他的人口数其实很不少 可是我们过去的公平参与 没有思索到这一块 或者说没有做得很好 那大批的部分 我自己觉得 如果有一个架构的话 有先期决策到重大争议案 跟后续监督 所以上面是我们的目标 你如何资讯透明 民间倡议议程设定 因为现在大概所有的上位政策 都会被行政院跨部会议会议 或是什么专案小组 或叉叉委员会 或是叉叉向人员政策纲 或是另外一种政策 或者先期决策的产生 就是中央或地方委托学术 或顾问公司 或者是全国能源会议 全国永续会议 全国科技会议 大概先取决策 是在这边被处理 那行政程序重大争议案 基本上它都是进行重的政策 现在在盖的那个塑花杆 那对我来说大的程序 你可以切上位的政策 行政程序重大争议进行的 跟后续 那你怎么去思考 那我为什么最后还是提一下 警调的做核电厂 因为我觉得太可惜了 就是台湾在台 民间团体都没有看到里面的精髓 19个委员加48个民间委员 如何跟市政厅一起口握 其实他们做的成功 并不是那个怎么讲 结调电 而是他们前面 浦原纯如何把他 本来的民间团体塞进去 跟市政厅一起口握这些事情 我觉得那个公民治理 公司协力公民参与的治理架构 弄起来了 它才运转 因为其实很多的idea 跟社会创新是民间带进去 给公部门 然后也必须认清楚一件事情 民间很多的社会创新想像 没有市政厅这种行政资源 当载体 胖没提来 所以其实一边是有资源有人 一边是有idea 我觉得浦原纯最厉害是 让这件事情胖没提来 可是我们去看 剪掉一座核电厂 我们都比较少关心这一块 但是因为今天也不是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不是一讲 不过对我来说 谈公民参与程序 真的要先有整个清楚的治理架构 简单来讲就是你后面要贯彻的运动 跟政治意志要清晰的 不然其实你看现在几个县市首长 它就是喊 然后工具性的操作 好 那我觉得不管是公部门或民间团体 都有些人在想的是短期政治机会的博弈 可是我自己想做的是长期制度的建构 像我们在委员会里面也是有一些委员 他想要的就是参与市预算的钱 到底有多少 然后I'm not part 可是对我来说 参与市预算 不是钱有多少 我们可以花多少 你的策略应该是 你如何透过参与市预算 回去监督既有预算 好 可是我只能说 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政治目标不一样 那我认为如果要做的话 其实是如何把洞能拉进去 所以法治制度化的框架 我觉得是必须 不过我也要坦白说 我至少在台北跟台南看到的 都是没有办法那么快做制度化这件事 因为我们对内部的运作也都 还不是很熟悉 所以坦白说对我来讲 我也还在跟这些 比如说都记的 我就要跑一轮 还凭的所有现在他们行政规则等等 我就要跑一轮 那我刚才说我想搭一个平台 像6月14号AIT 美国在台领事馆 他就找了他们2013年做开放政府 很厉害得讲的这个人 然后我想要说的是真的工部门 特别是中央跑 还是国发会的资讯处处长 这个是做V台湾的唐峰 然后这个其实是协助很多 现在中央做开放政府的 他们都是很厉害GINV 有参与GINV的人 然后找我们 也许跟他做Pino Speaker 然后我们去分享 我们到底在技术上是怎么做 那我现在在试着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各县市政府 他们的人可以经验交换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民间团体坦白说 我没有能量促成这件事情 因为每一个 我必须说每一个民间团体 要做开放政府背后的目的不太一样 有些人想的还是实质议题的东西 你不能说错或不对 就是说因为民间团体 搭开放政府这一波 想的是单纯公民参与的制度吗?未必 有些想的是回到他长期耕耘的议题本身 都有都有 那所以我觉得反而是民间团体 这一波要思考的是 到底在开放政府这一波下来 我们自己的政治目标目的 是什么?这个蛮重要的 那我自己在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过去我们比较多是在体制外的反叛者 或者是组织者 那现在进入到开放政府 有可能是问题之内的话 这些角色之间互动的关系 这是一个美国做运动做的是50年 他叫比尔玛佑 他有玩 他有参与过那个黑白 黑人白人的族群运动 也有参与过满河 也有玩过大大小小的社区运动 他又写了一本书 就是Doing Democracy 他就把所有的社会运动的可能的理论 评估Model都写了出来 然后我放这一块只是说 因为当我们谈开放政府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要跟体制内的东西互动 那国际内外的角色如何互相搭配协调 然后大家有默契 只是坦白说我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他真的很像两人三角 民间跟公路 有时候是绑在一起跌倒 有时候是有个想往后跑 有个想往前跑 但是谈公民探语跟开放政府 这中间怎么拿捏 我的确还没有想得很清楚 可是我觉得至少那个角色 拉出来是清晰的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先讲到这边 那总的来说大概就是这一波趋势 中央是一块 然后地方几个县是政府在海 但是多数一开始比较像是 因为他的政策海出去 或者是工具性的思考 那现在进入里面 我自己看到的是台北 它是用一个架构 可是是一个工具性的架构要翻转 台南它的操作是选择性个案 那宜兰他们速度比较慢 可是跟我在谈的是 重继有听证工厅 会把它办好下手 如果有个案的话 大概有两个在想 一个是北宜支帖 可是北宜支帖 比较多是中央 所以琢磨的可能不太多 另外一个是罗东区域计划 罗东区域计划 那这是这三个 那台中 林家老师就是玩餐与市预算 那但是他 我觉得在他脑袋里面 他把参与市预算 他正正锁定的是中西去 老城去这个 那新北大概就是两块 一个是肾脏基金 想要做参与市预算 一个有可能就是南园局 首先他脱下来各县市 镜藤的那一笔预算 想要做参与市预算 大概是这是县市政府的状况 那我先想到这点 可以留下 好 好 谢谢